他的敲诈勒索的经文已经不到证实的 是千真万确发生过的 不是我们胡编乱闹出来的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就是把事实呈现给世界 而且我们不会说必须要跟我们合作 而不是跟共产党合作 因为他是一个自由的人 他可以自己去选择 上帝创造人类 人类给人类智慧 人类自己选择邪恶来是去政 才能选择正 他选择邪恶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让他选择 没有办法强迫他选择正 但是他会因此而面临结果 这不是一个威胁 这是一个急将发生的一个事实 未来的一个事情 对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站在你的房前面 抗议90天 实际在这个当中 我们是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站到正义里面来 实际上90天之后 你的自己的选择 用时间来验证你所有的假 那我们的真 就是像阳光下的这束光一样 因为它是温暖的 它是让你有机会的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就是希望 这个整个house 黑天的时候都不敢开灯 然后信箱 每天都有信 然后每天都有清理 但是他都是躲着我们的战友 去在做这些事情的 那就说明说什么 他心里 他知道自己做的这些 是没有理的 他心里也是有鬼的 那我们看看这些中共的 帮凶的这些下场 比如说孙力军 比如说王剑 那Look如果他了解的话 你的下场会比这些人好吗 未必